跟遙光師傅 學藝技 學跳掛 天天打功夫 所以在立法會能夠有一位懂得打師傅的議員 我的感覺都公明 簡單 多謝多謝 多謝盧偉強老師 請盧老師就做 多謝多謝 多謝你師傅 現在有請亡國聽議員 之前 首先要恭喜杜森師傅 杜明陽師傅的大作 今天終於變制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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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師傅 杜師傅 各位武林的前輩 各位師傅 盧老師 各位熱愛武術著作的讀者朋友 大家好 盧老師呢 剛才說得很好 因為他是我老師 所以一定要 我叫盧老師 我本人是很喜歡武術 自小就響往的了 追隨了三位師傅 我少林劇教會 今天就很多謝 杜森師傅 杜明陽師傅 給我這個機會 我出席他們的大作 在這裡舉行一個發佈會 今天我有幾個感受 第一 洪聖賽里佛 在杜師傅四代人的傳承 發揚剛大 能夠寫成這個著作出版 這個是我們中國武術界 是香港武術界的一個勝士 我對此表示熱烈的觸感 因為確實是非常難得 很感激杜師傅 有幾代人的努力 傳承 這個呢 正正是我們香港的精神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他們幾代人 發揚國水 發揚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 將洪聖賽里佛發揚剛大 這個非常之難得 第二個感受呢 就是今天我們在座各位武林前輩 各位武術界的喬楚 能夠呢 祭祭一堂來去共同參與這個勝士 支持兩位道師傅這個出版 這個也是香港武林的勝士 我想借這個機會呢 亦都是對香港武術界 大家這麼齊心 這麼協力去發揚這個中華文化 中國的優秀的角水 亦都是表示祝賀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第三個感受呢 正如盧老師說 今天在押軸的時候 舉行這個發佈會 是相當不簡單 因為這次書展 就是以武俠民行 作為主題 現在呢 梅花幸者 就在這一刻 發佈 正正呢 就是 押軸 畫龍點睛 所以呢 這個也都是為 本屆書展 是 掀起一個 是新的高潮 我本人呢 作為是 立法會的議員 出席今天這個城市 非常之 是有感受 我亦都很希望 特區政府 特區的 是 關切 香港武術 和 是文學 的政府部門 在日後 應該 是撥出 更多更多的資源 來支持 香港的出版界 支持 香港的武林 因為 香港的武術界 其實在這幾十年 是出了很多人才 出了很多名詩 所 發揚的 國水 和中華民族 的優秀 武術傳統 和武德 是弘揚國際 我好希望 特區政府 找多些場地 抓到路要脫國 找多些場地 抓到路要脫國 找多些場地 而且呢 是要撥出更多的資源 支持香港武術界 大家說 是不是 是 我好希望 我們 香港武術界 能夠 是 繼續努力 齊心合力 大家共同 不分門派 大家共同 是發揚 這個 我們中華民族 這個 獨特的 優秀的 武術 那 今天呢 是出席這個盛事 我本人呢 是感慨良多 在這裏 再次 我們 祝 杜心師傅 杜明陽師傅 還有 杜兆津師傅 是 能夠呢 是 百尺干頭 更進一步 為我們出發 我們夢寐以求 的 更多的 著作 好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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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王文 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位 很特別的師傅 來演示我們 塞里佛俗心的十個動作 穿拿掛哨插 拋給標頂座 他就是我們香港